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庆龄在苏联参观后 也想让中国少年儿童接受课外活动的训练 在各方支持下 这一年儿童节前夕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在上海成立 这是新中国第一座少年宫 毛泽东亲自提写了少年宫三个字 他的前身是一座豪华的富商宅邸 也叫大理石大厦 宋庆龄认为 儿童教育是缔造未来的事业 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 新中国成立初期 物资匮乏 但各地在建设少年宫时都不遗余力 尽可能选择最好的建筑 课程内容也精心设计 除了跳伞 还有射击 发电报 甚至开摩托车 课程如此硬核 与当时国家加强国防建设 息息相关 1961年 北京市少年宫开设华翔机客 上课方式很特别 学员在操场西北角 坐上滑翔机 用橡皮筋弹起十米高 再滑行一百多米 最后降落在东南角 前来参观的副总理贺龙对老师说 培养一个飞行员 要几万两黄金 太贵 能不能培养一批青少年 送到西郊机场航空俱乐部 训练合格后 直接送到空军 多经济 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孩子 当上了飞行员 但少年宫燃起的热爱 真的可以照亮人生 北京市少年宫生物组 一位叫叶静松的小朋友 得知西红柿能嫁接茄子 于是问老师 土豆能不能嫁接西红柿呀 地下结土豆 地上结西红柿 多好 这在当时几乎是天方夜谭 但老师察觉到科学火花 鼓励他大胆尝试 辛苦一番 嫁接苗全蔫了 叶静松也有些蔫了 老师鼓励他重新振作 这一次 他提前做了几百遍 消毒包扎练习 最终竟有两颗苗活了三个月 地上地下 结出几枚小圆蛋蛋 不像西红柿 也不像土豆 一口咬下 二不像 又酸又苦 叶静松心里却填开了花 长大后 叶静松成了一名农业专家 当时为什么我 有少年宫相伴的童年时光 令很多人难以忘怀 这位小姑娘的少年宫 意义更不一般 她叫蓝珍妮 两岁时 因意外不幸双耳失聪 一次 年幼的珍妮想吃苹果 在纸上画了出来 妈妈想 也许画画能让珍妮说话 1993年 妈妈陪六岁的珍妮 到济南市青少年宫学画画 老师手把手 教她纸笔观察生活 还特许妈妈陪读 帮助她克服语言障碍 少年宫七年的绘画训练 在珍妮的无声世界里 打开了一扇窗 我很感谢少年宫 我每周去少年宫都特别开心 而且跟一些小朋友 在一起画画 我每次被老师夸 画画是最好的 就特别开心 二十岁时 珍妮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如今是一名职业漫画师 近年来她教会数百名残疾人画画 有的和她一样走上职业道路 时代在变 一代代人童年的打开方式也在变 少年宫已不再是唯一 但她依然陪伴在孩子们身边 对快乐和梦想的呵护 永远是童年的关键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